专题报道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果物电台台湾之音所 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下一所进行的单元是专题报道 在昨天我们播出了 医疗纠纷核实料的系列专题一 以及系列专题二 今天我们将会继续地播出 系列专题三 避免医疗纠纷 创造一病双银的报道内容 我们将会从病患 医师以及制度面 来探讨医疗纠纷的发生原因 并分析国外他山知识的做法 此外也会从 食物的执行面切录 探讨如何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同时建议政府 除了要做好规划 完善的制度 避免同样的医疗纠纷 一再的发生之外 医病之间 也必须要有良好的沟通 信任和相互的尊重 才能够共创医病双赢 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就因为走过 所以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 翻开好几点民众 透过网路向协会寻求协助 解决医疗纠纷的案例资料 李夫民无奈且深判 希望协会不要存在 前几天民众寄来的行为 还没有回 因为自己别在爱工作 还有自己的生活 重点是这个协会的一个人力 还没有办法到 非常足够 到大家可以至少登工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应该是政府来做 政府应该政府部门成立 只是因为你现在没有管到 因为你没有管到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们会才成立 是不是 那我也看到这个 这个医疗体系有很多问题 我们会才成立 我很希望说我们会 其实是不存在的 但要如何着手 他建议卫福部必须统计 并公布医院医疗疏识个案 同时要编制社工人员 所以建议这个医界 要勇于面对这个问题 今天是我姐个案 还有其他的个案 他们都应该勇于去面对 这个个案发生的问题 甚至把它数据化 甚至公开化 我认为对医界 绝对是正面的影响 医生在工作上 也绝对会是更有尊严 也更有场域 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 医疗纠纷 案件频传 光是医疗改革基金会 11年来接获申诉 便高达4000件 此外 虽然目前消费者保护法 无法为民众争取权益 但也有不少民众 向消机会投诉 显示社会消费意识抬头 而这也让备受尊崇的 医师地位面临挑战 郑文涵是台北荣总的住院医师 他坦诚一开始面对病人 不免惶恐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些家属 对一些组织医师 或是对一些比较年轻的住院医师 常常在解释病情的时候 会拿起相机录影 或是拿起录影笔在录影 一开始会感觉到非常的惶恐 也会觉得非常的谨慎 每年大约有1400位胜利军投入医界 他们正处于几乎没有工作尊严 而如果医师就诊 如同走钢索 要靠运气或老天保佑 有谁愿意投入奉献 根据卫福部统计 医师鉴定案件高达8成5 涉及内外儿妇产科的医疗纠纷 高达8成属于刑事案件 而这样仗十多年来 原本就缺医师的科别 有如雪上加霜 叶光鹏医师看到五大接空的 负面冲击已经显现 所以今天你走妇产科 他还是会选高风险科里面 比较纠纷的 医师不一定要做高风险科 也不一定要做产科 也不一定要做什么会被告的科 他进来以后他还是可以跑 妇产科也可以做加医科 彰化基督教育院 就有一个组织医师考完了 他就去申请加医科 医病关系紧张 如果提起诉讼过程冗长 对医病双方而言 都得付出不少代价 因此法官汪玉荣建议 目前正在审议的 医疗纠纷处理及医疗事故补偿法 应该把检疫鉴定机制纳入 那这个将来 这个如果医疗法能够把这个检疫鉴定 再补上去 那事先有经过沟通说明 事后有协助关怀 在这个要打官司之前 先进调节 调节之前先进检疫鉴定 我想对医病双方都会有好处 不过李福民认为 鉴定小组组成成员必须力求公正 否则仍只是换汤不换药 现在的立法方向 我认为其实还是在偏一届 你包含这个调节前 先鉴定嘛 现在医改会的诉求 那你鉴定是不是公正 这也是到时候要面对的问题 然后调节单位是不是公正 也是要到时候面对的问题 那如果政府都是采用偏一届的一些意见 你就是很容易的 都是自己人把它搓汤原式的搓掉 而从制度面解决也是当务之急 台湾医疗与病人安全 筑进联盟秘书长张志华医师 直指健保制度 把医护人员搞得人养麻烦 因此要保证零风险太强人所难 而他也为病人的就与品质感到同情 所以那这个制度要怎么检讨 这个健保制度 这个医疗制度 这个体系是错误的 这样设计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cost down 雨量 就是你就是要充量 你才有那个income 所以没有办法的 每个医护人员都过劳 那中间受害是谁 是病人 我每天上班很累没有错 可是我会下班 可是病人在轮椅上是不会下班的 你会很心疼 我都觉得上班上的很恶心 恶心不是我恶心 是这个制度很恶心 因为病人 不是很严重地躺在床上 然后呼叫忽视做这个 做那个 很严重地坐在轮椅 根据统计 台湾医生每小时看诊15人 是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2.5倍 消息会董事长张志刚认为 定立医疗纠纷处理原则 并不能解决未来发生的事情 必须从根本解决 要降低医生的看诊量 医生问诊的时间 我去了解病人的这个病状 病症 他可能引发的原因 他就没有时间 所以他下判断会比较仓促 那下判断比较仓促的时候 这有的时候也不是 有的时候 其实不能完全归罪于医生 是因为消息者可能 就是病人在这个时间也很短 所以他可能跟他能描述的时间 也不够长 那医生可能因为在短暂 然后资讯不是充分的情况下 他去做了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有可能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形 当然医疗纠纷就会发生 一朝被蛇咬 终生怕草绳的寒蝉效应 就怕成为医界的阴影 因此为福部研理的医究法 能否适度减轻医师的负担呢 张志刚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的制度 鼓励医生把医疗过程的真相说出来 在赔偿义务上让医生免责 由医院去负责 好处是知道医疗的问题 还有缺点在哪 未来可作为改进的方向 如果要一定要把医生全部都放在这个赔偿体里面 那么我们担心就是真相其实就找不到 因为医生未来减少他的赔偿 他把真相他不讲出来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觉得也是未来在修法是可以思考的 是不是要以发掘真相为原则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部分的医生愿意把这个真相揭露的人 那是不是可以考虑给他做一个免责或者是减责的一个考虑 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助于未来真相的发现 以及能够改善这个医疗的缺失 律师吕清雄也表示 在国外有一个不就责的医疗伤害补偿法 只要因为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伤害甚至死亡 有因果关系在 不管医师有没有错 不去判断有没有错就透过一个基金补偿病人 除了让病人马上得大补偿外 也让医师比较勇于认错 因为现行的这个运作下 有时候医师面临到一个官司产生的时候 老实讲人性嘛 所知你要他有错 你要他勇于认错 事实上是有那么一点点人性上的那个危难之处 吕清雄指出 如果病家追求的是真相要道歉 适当的补偿 这不是唯一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而班乔国泰医院胸腔内科医师李嘉玲则提醒 必须颜色补偿门槛防止滥用 并有医师淘汰制度 避免汗室重演 今天你要提的医疗纠纷 如果是我的过错 那我提了之后 你因为这个过失 还要我们讲的带位求偿我 那我干嘛要提 所以我如果要 如果要有病人发动 我建议一定要设立一个门槛 不然这东西一定会被滥用 你光每一年申请的案件 保证会爆满 我只要在医院出了事 你说是重大过失 我认为我妈妈打得红了 也是重大伤害 我就给你报 如果你一定要设立门槛 如果你要由医师 我们设立的话 你就要给我们好处 那瑞典的好处是什么 瑞典给医师的好处 就是不责难 我国家出钱 我不会要求你赔钱 可是瑞典的制度 是不是你医生就不用负责 瑞典的制度是查清楚之后 他会有一个委员会 查清楚这个医生到底有没有过失 如果有过失 他就提醒他的委员会 进入到我们类似的 以我们国内来讲 就是医师承接委员会 就是我们医师里面自律的道德 这个团体来 那就这个医师的过失 还有这个医院过失 由这个团体要提出 要求这个医院 还有要求这个医师 做改正的一个计划 那除了做改正计划 如果这个医师 屡屡每次都不改正 那常常都出错误 那或是说 他的真的还是有错的话 甚至我所知道的瑞典 还可以直接由这个委员会 把这个医师执照拿掉 这项无对错补偿制度 在北欧四国早已兴致多年 而政府严理立法也纳入考量 至于经费从哪里来 北欧是来自7%到8% GDP的健保预算 而一开始利推法案的苏清权 则不会言 如何将钱花在刀口上 在政府财政困难 且健保处于亏损状态下 不但显得重要 而也因为到底 要由医界政府预算 或彩券等公益基金支援 外界看法分歧 而陷入停摆 最主要对我来讲最大的是 钱要从哪里来 一年譬如说要80亿 这钱要哪里来 本来在党的地位是说 70%要叫医界跟医师出 这样的话 如果要 因为现在健保 大家根本都苦哈哈 现在医院的结语都是1%而已 我是觉得要把这个医界整合起来之后 跟政府跟百姓来共创三营 那还没有这个金额的分配 还没有讲好之前 这个话我们也不急着推 而为母亲立正公道的高洪华认为可以成立医疗基金 但裁员并非有全民买单 而必须有医疗疏失人员之印 才符合公平正义 这个医疗基金的话 你这个基金不能够由全民来出的 这个东西应该由医师来出 因为他们医师在猛捞钱 那从他们猛捞钱里面扣除 那这些钱才能够作为赔偿之用 才有意义 要不然这个就没有意义 就是说你医师的犯错 是由全民来赔偿的 这样是不对的 应该是要由医师本身来赔偿 不是全民买单 不是不是 应该要这样才 往这个方向才是正确 要不然不对 数据显示 台湾的依旧诉讼平均起诉率6% 定罪率约2%到10% 站在病方立场来看胜诉率偏低 但原高于日本 德国和美国 然而相信病人或家属 不愿承受缠送多年的无奈 医护人员也希望 别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此援引强制险精神的做法 也许不失为减少双方对立 和伤害的思考方向 台北总总内科部 书写医学科医疗科主任 邱宗杰新一多年 不改救人直至 但选择以此面对 依旧压力 有医师责任选 当然这个可能对医生 有点保障 当然压力 医生的压力会比较减缓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是一个好正面的一个现象 一个是这样可以对医生来讲 有一个保障 因为现在医疗结婚动不动就是 以前是几十万 现在不是几百分 上千万 你说谁有那么多钱去赔偿 需要总在政策前 国内已有保险业者推出保单 但多半只承保医师 因执行医师业务 直接引致病人 体伤或死亡的 法律赔偿责任 但不保医疗过失 这类经常发生的事故 因此保护伞够不够大 也成了业者和医界 拉锯的市场 医生也会是病人 相信也不愿发生医疗纠纷 但要如何降低医疗纠纷 治本则是先要了解 纠纷发生的原因 医改会研究员张亚婷指出 包括有费用服务上的争议 医事人员的态度 以及医疗伤害等等 多数是因为沟通上的误解 所造成 对于医生来说 我觉得就是可能 在医病之间的沟通 可能就是这个部分 可能他们会觉得 他们已经尽力了 或者说他们已经有 手术同意书 已经有一些书面的一些资料 那病人都签名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医生在这个部分 可能要转换一点思维 就是说有很多 这些东西不是病人签名就好 而是说其实今天要讲的 比如说是知情 告知后统一或什么 就是你要确实地去 有做好医病沟通这件事情 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 苏清泉也直言 很多医疗纠纷是因为不了解 所造成 让他有充分了解 充分的沟通是最重要的 医疗纠纷很多都是不了解的 而药主合作有效的沟通 张志刚则表示 根据过去接受的申诉案 一般是消费者在医疗过程中 接收到的资讯不明确 他们会证为是医生 医护人员或医疗环境 有些不妥当的地方 如果资讯能够透明 在适当时间让病患知道一些医疗后果 这类型的医疗纠纷就会减少 而他也说医病关系的基础 在于至少要让病人知道 医生在讲什么 因此病例中文化 应该是协助改善 医病关系的方式之一 因为有没有纠纷 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能够推动病例中文化 就可以减少医病之间的紧张 即使诉讼也能让法官清除审理 除了资讯对等以外 那么病例中文化 是不是应该考虑来 能够做得到 我想这个对消费者来信赖 这个医生或信赖医院 我讲这也是一个 能够进步的一个发展 在加强沟通上 张亚婷指出 有些医院特别成立了风险沟通室 把常见的手术 转化成影片或未较强 让医病借此清楚沟通 让病人知道风险 会有哪些副作用等等 以减少手术后的误解 此外在美国 有一个风险沟通基金会 会整理常见的手术或卫教资讯 透过影片图像或专人加以解释 这对医病沟通或病人对手术的认知 都有很大帮助 后悔的话是还好 因为毕竟这是自己选的路 所以还是得要紧压跟自己撑下去 那现在的医疗环境已经不比从前 那很多事情都还是要再重新学习 我觉得后悔是不会 不过该学的东西还是很多 那该会的技巧跟沟通 人际关系的沟通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纵使工作必须承受 随时可能被告的压力 但郑文涵并未后悔 自己从医的决定 所以他努力学习 并拉近双方的距离 然而病人呢 张亚廷认为 国家有责任去避免相同的 医疗纠纷状况再度发生 或如何预防医疗纠纷发生 而病人相对也有责任 他举例 医生解释病情 出示手术同意书 告知风险 病人签了名后就有一定责任 代表已知这些风险 我们还是要告诉教育民众说 就是 今天这个身体是你的 然后就是你这些风险 都是你自己要去了解的 而不是说 签了名之后 就是如果我有问题 我就告你这样子 而不是这种形态 所谓三长两短 也就是病人等待看病的时间很长 但医生问诊的时间很短 在这样的限制下 如何和医生达成有效沟通呢 张亚婷建议病患平常就要记录 本身的身体状况 有何病症或是吃了某些药 有什么状况 然后在看诊时告知医生 而张志刚 则是建议病患 对于医生告知的疗程 和可能后果 可以寻求第二名 医生的意见 因为多询问意见 可以比较了解这样的疗程是否适合 民众看病有更多选择 凸显医疗资源丰沛与医疗环境的改变 也就是看病也是一种消费行为 而当中有不少让人忧心 苏金泉呼吁医生 要和病患充分沟通 民众也要知道 台湾医疗照护好 但付出少 要尊重医师人员 相互尊重 不要苛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门心出 我们有没有在尊重别人 如果大家都尊重专业 包括我们尊重老师 我们尊重教授 我们尊重警察 我们人情节队员 我们都尊重他 这样他们就相对会尊重我们 翁玉荣建议政府要加强宣导 让民众知道看医生时 具备充分配合等态度 并要深切认知 医疗毕竟仍有他的局限 我本来就有什么毛病 我去看了以后 如果能够怎么样好 我就是老天爷帮忙了 并不是所有的病都可以医好 就因为医疗具高度专业 非一般人能担任 所以令人勤养且信赖 但就怕流于高傲且自满 因此翁玉荣也强调政府 应该在医生行医前 教导医师伦理 医生不能把工作当职业 而是要当职业 医生他老实讲 他不能帮他的医生的工作 当一个职业 他要把医生的工作 当成一个职业 要怎么样子 从医德方面去着手 他认为我是救人 那病人方面 以前我们就看 要去看先生 我们都把医生跟老师一样的看待 当先生 那这样子的话呢 第一个病人的所有自己的症状 都会如实地请图 第二个呢 我们遇到很多民众 他今天也讲了说 我今天不是要医院或是医师他给的钱 因为对于病家来说 这些钱可能是 他妈是可能用他的家人的命换来的 那我们也遇过很多民众 他也对我们表示说 这样子的钱他其实不敢用 对所以其实病家他真的不是要钱 他想要了解真相是什么 这是医改会调查呈现病家的无奈 翻开医疗求分案例 有多少不堪回首的血泪控诉 和痛彻心扉的内心煎熬 这样的遗憾 相信你我都不愿 现在看到 为什么呢 我都不愿意 这边 我都不愿意 嫌双 Life 我想为我们际下 他还尽管他 比那 Augen 也不 board 有一些词